中共二十大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 中国各选举单位已经分别召开 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 选出2296名将出席大会的二十大代表 根据中国官媒报导 除了中共党章之外 代表们还必须坚持习近平的政治思想 其中所谓的台湾代表特别受到关注 我想我们都要有信心有勇气 不要再纠结于那种过时的对立的意识形态里面 我想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 十岁的卢立安在台湾高雄土生土长 1997年到中国上海交书就入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年当选中共十九大的台湾代表 台湾户籍就遭到取消 如今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结果出炉 卢立安再次当选代表 习近平看似笃定在二十大连任 不过随着二十大逼近 他也面临重大的政治挑战 包含经济不景气与美国的关系恶化 以及在严格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下 加速让中国当局把重心从对外转向对内 欢迎收入联明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架